179 太陽報 冷戰時期應用國民作生化戰測試 2015年7月11日國際A22 本報信 英國政府被自增在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冷戰時期 於國內利用國民作生化戰爭測試 規模比以往已知的更大 包括在倫敦地鐵內釋放細菌 令乘客不知情下成為白老鼠 地鐵薄菌可知白血症英國肯特大學現代歷史教授 詩密達克爾夫·Schmidt在新書中披露 英國軍方科學家爭於1964年在倫敦地鐵系統內 散播一種稱為Bacillus labageal 的細菌 已找出氣母劑廣泛傳播 是靠列車本身益或通風系統 BG當年被認為對人類無害 為近年研究發現他足以導致食物中毒、發燒、甚至敗血症 政府有增用船隻、飛機和貨車在超過750個地點 釋放出4600公斤新格樓化物 數十萬名英國人或受影響 研究員相信在最壞情況下吸入新格樓化物